有花肉问我说老花姨换盆的时候需要修根吗 什么时候修根 什么时候不修根 为什么修根 怎么修根 修根这个词 花肉你一定要get 一般经常出现在盆景 还有就是多肉 为什么出现在盆景上面呢 盆景它是不想用很大的盆 它一直控制这种大小 一个盆景能养长达几百年之久 就像以前蒋介石也养过一个盆景 都是四百多年的 从清朝留下来的黑松 是吧 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东西呢 植物在长的时候都会长大 长大的时候呢 就会让你这个盆土啊 里面全部都是根 就基本上是没有土了 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去修根 要不然你就得换一个更大的盆了 如果是花儿梅香正常的 咱们这种花来说 这个也是个木本 立叶秀球 你如果说正常换盆 你就不用修根 根系长满了 你就换到一个大盆里边加点土 一直这样换大盆加土 换大盆加土 在我们一养花的人眼中啊 不存在修根 之所以你要修根 是你还想用这么大的盆 还不想让它长那么大 你修根的同时还要修剪上面 下面根系剪多少 上面的叶片就得剪多少 剪得越狠 活得越稳 是这个时候需要修根 还有多肉 多肉呢 好多的花儿呢 老庄之类的是吧 砍头了 这了那了的 因为它的根系长得时间长了 都长满了 这个盆子装不下了 但是不想换大盆 这样的话呢 根系时间长了以后 暴露在那种 没有土的里面的 它就会老化 老化了以后就丧失活性 木子化了 这个老根就基本上死掉了 就需要剪掉它 剪掉它之后呢 让它长新根 让它重新长 这个多肉上面修根 盆景上面修根 你正常养花在一块 是吧 你就小盆换大盆加土 小盆换大盆加土 你只要换的土 跟原来的土很接近 就跟人输血 不是一个道理吗 对吧 你A型血输A型血 输点O型血也行 但是你不能输一些个 B型血 或者是其他血型 不匹配的血 等等之类的 对吧 你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还有就是花友们 不要把修根当成很神秘的事 你就 还有一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下山庄 你比方说我想要移在一棵树 你就打个比方说 我这一棵树 我从山上给它挖下来 我把根系破坏了 那你就把它锯了 这就叫装了 就是玩盆角的上面 这个东西你是需要修根 还那句话 根系和上面是成正比的 你下面伤了 上面就剪 人为的去修剪 你不修剪 它就容易搞屁 至于怎么修剪呢 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了 好吧 看个人 没事的叔 我就应该去外面挖一棵树 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吧 有树 有时间了 我到外边 我看看哪有那种 小树苗之类的 我挖一棵给你们演示演示 就是你要知道 修根这个事就行了 好了 希望花友们简单一 get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多一 起来让我离四秒六点 好了 好 我懒得一棵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